她在女儿身上发现一排整齐的牙印 紧接着女儿便不再想去幼儿园 这让身为法医的母亲不禁怀疑 她并没有选择生章 反而拿着蛋糕钱去看望幼儿园的老师 见到女孩的母亲老师们也是热情招待 母亲也显得十分开心 就在大家坐下后 女孩母亲用一个笑话逗得大家是前仰后合 突然女孩母亲却表情严肃 随后在包中拿出一些照片 纷纷交到各位老师的手中 紧接着依次爆出照片中孩子的名字 老师们见此情景十分疑惑 秀妍则说出照片中的孩子们 分别都与女儿有着相同大小的牙印 园长还在辩解可能是孩子之间打闹造成 秀妍却告知已在孩子身上提取出牙印 从牙印特征可以推算出 应该是出于一个成年人之口 并且此人就在现场 原来就在大家品尝蛋糕互相嬉笑时 秀妍就在仔细地观察了在场的所有人 随后她拿出画有牙印的竹链 紧接着来到黄色衣服老师的面前 秀妍本以为坏老师被绳之于法 女儿就此会平安 结果转天医院便打来电话 宣称秀妍女儿此时正因车祸昏迷不醒 当秀妍赶到医院时 孩子已经没有了呼吸 好在医生及时插入管子 才让女孩呼吸顺畅保住了幸运 而一旁幼儿园的司机 一直在自责没有保护好孩子 并且宣称为送孩子去医院 没有追逐逃逸的肇事车辆 但却系的是一辆黑色轿车 然而司机的谎言很快被张医生揭穿 如果撞人的是轿车腿上的伤 应该在40公分处 而孩子的伤却在50公分 显然校车司机在说谎 张医生提醒警察 最好去检查一下校车是否存在划痕 司机眼见瞒不住 他便承认自己是因为没看见孩子才造成的 司机苦苦哀求秀妍放过自己 眼见孩子并无大概秀妍也就不再追究 然而不久后女儿竟在游乐场失踪 秀妍不停地翻找和询问女儿的下落 但都无济于事 慌张地他直奔着电梯冲去 起料在电梯门外看见悬挂着属于女儿的气球 因此秀妍确定女儿就在电梯里面 他便顺着楼梯间准备先一步追上女儿 可没想到当赶到一楼时人早已不见踪影 无助的秀妍只能来到保安室 希望在监控视频中能找到一丝线索 果然看见女儿被一名男子带走 秀妍崩溃间迅速也报了警 这件事情轰动了整个警局 警方立即出动了很多警力 见到伤心不已的秀妍后 大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不能再让警员家属惨遭不测 队长第一时间提出秀妍最近是否得罪什么人 秀妍突然回想起 幼儿园老师虐待学生 与校车司机撞人都是因自己而起 很快二者被警方定位第一嫌疑人 但要从游乐场带走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显然不一 就此警方调出孩子失踪当天游乐场的全部监控 原来戴帽子的男人先是在孩子的水中下了不知名的物品 随后孩子喝下后便被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抱了出去 就在大家一脸茫然时 绑匪竟然主动打来电话 不出所料绑匪利用了变声器来混搅视听 并且嚣张地说出不惧怕秀妍的警察身份 扬言如果今天收不到一亿含源就会撕票 他的态度令秀妍和在场的所有人很痛 突然老崔递上一张纸条 提示秀妍让绑匪提供一张孩子的照片 这着实惹怒了绑匪直接挂断了电话 虽然绑匪利用虚拟号码根本无法确定地底 但绑匪却真的发来了孩子的照片 照片显示女孩被绑在一处仓库内 见到照片后警察也立即部署秀妍送赎金 队长先是为秀妍安装了微型摄像机 随后嘱咐秀妍一定要多加小心 很快秀妍接到绑匪电话命令她来到一家快餐店 并且在绑匪的提示下进入了员工换衣件 按照绑匪要求 秀妍先是打开柜子拿出另一部手机和衣服 随后换上餐厅的员工服 紧接着将带有摄像机的衣服和手机扔进了水桶中 带着钱悄悄地从后门离开 而车子内的队长因信号中断很是担心 队长命令大家赶快去追秀妍 但当秀妍来到指定垃圾桶时 一名机车男直接抢走了赎金 情急之下队长一枪就击中了摩托车 绑匪随即便汽车逃亡 由于警察追赶绑匪未看见特面驶来的车 而此刻警局内的老崔突然发现 照片中孩子昏睡的状态很异常 并且按照孩子体内的药物在于身处的环境 推测孩子最多能撑四个小时 然而现在绑架时间已经超过两个小时 现在所有人都把救孩子的希望寄托在绑匪的身上 但不幸的是绑匪最终还是伤势过重没有抢救过来 无疑案子又回到了原点 但不同的是留给孩子的时间少之又少 绑匪线索断后 警方便将矛头指向了幼儿园的老师和司机 但司机此刻阴状人处于拘役状态无法实施绑架 幼儿园老师成了重中之重 警员查到老师现在已经被放了出来 并且他还存有赌博的记录 按照这个线索警方迅速全程搜索 最终在一家游戏厅找到了女老师 但从女老师的表现看 他浑然不知孩子绑架的事情 这也成功摆脱了他的嫌疑 而老崔未找到线索将绑匪进行了尸检 发现男人手上不仅存有老茧指甲间 还沾有大量的滑石粉 并且男人的鼻中隔破裂 甚至胃中还存有发霉的食物 种种迹象来看能推测出绑匪应该是一名工厂的工人 那工厂内什么物品能导致男人手部发生体验呢 老崔突然说出 但全程大大小小的渡个工厂要数十家 留给孩子的时间仅存40分钟 与此同时 医院内突然送来一名中毒患者 他所有的症状都与绑匪如出一辙 因此引起张医生的注意 他回忆起抢救绑匪时 绑匪隐约说出渡个两个字 抱着怀疑的态度 他搜索医院最近的渡个工厂 确定地点后第一时间便要联系秀妍 但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他只能置身一人前去 果然赶到工厂时 发现了躺在地上的孩子 然而就在他抱起孩子的那一刻 突然呼吸不畅浑身发乱 冷酷的门也随之关上 他只能拼命护救 而此刻队长带着人也赶到了那里 打开门后熟悉的场景让大家欢呼着 这就是照片中的仓库 但很快大家又陷入了绝望 屋内除了两条绑败绳索 并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孩子的东西 这让秀妍直接昏了过去 见状老崔带人立即赶到绑架地点 经现场勘查后厨门上含有击打痕迹 并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难道孩子凭空消失 很快细心的老崔在地面上 发现了仅存的几处鞋印 检验后得知鞋印中 竟然含有过量的过氧化乙酸和过氧化精 而这两种掺和在一起 便成为只会出现在解剖室的消毒水 老崔立即想到一个人那就是张医生 原来解剖绑匪时张医生也身在现场 老崔怀疑此刻孩子消失 有可能与张医生有关 随即警员也查出张医生半小时前 突然离开了医院 并且此刻已经联系不上 队长马不停蹄地带着所有人 赶去张医生家中 起料此刻的张医生 却带着孩子出现在了警局 秀妍见到女儿后心疼不已 当女孩醒来 医生询问事情时 才发现孩子出现选择性的短暂失忆 根本记不住绑匪是谁 因此张医生也接受警察的询问 张医生并没有隐瞒 直接了当告知 是因一名渡个工厂的病人 才发现其中的秘密 而张医生的嫌疑 很快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洗脱掉 调查显示绑匪曾经联系过 一个有过23次前科的诈骗犯 而这个诈骗犯 正是曾经被秀妍查出 伪造他人印章从而不能再进行敛财 原来他才是幕后黑手 就在警方找到女人的那一刻 本片告一段落